带您focus的是中国大陆在疫情之下解锋迎接跨年 而防疫也要兼顾出游的兴趣 那么北京倒数的灯光秀有很多民众口罩戴得 紧紧享受佳节的气氛 在商场跟景点都涌现了不少人潮 不过也有很多市民说自己就是金融小说人物 杨过加杨康 意思就是确诊阳性又康复了苦中作乐 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当中 形容现在大陆的疫情防控进入了新阶段 仍是吃劲的时候 用新阶段来形容现在疫情的发展 更要他们的全国国民加把劲努力撑过去 三年前率全球之先爆发疫情的武汉 历经漫长的清零风控政策之后 民众在跨年夜聚集于汉口长江边 庆祝这个终于解封的2023年新年 尽管人们笑着迎接新的一年 但疫情在各地如野火般的肆虐 却仍然在人们心中留下阴影 除了对健康的担忧 更多的是对前景的不确定 在上海等大城市因为有太多发烧或呼吸道病人求诊 医疗量能的紧绷仍然持续 例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出现病人满到院外 在寒冬中只能躺在路旁病床上接受氧气治疗 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 对于在医疗第一线苦苦挣扎的医护与病患却几乎视而不见 只强调中国已经战胜疫情挑战 习近平并且以新阶段来形容当前疫情的发展 喊话全体国民要加把劲努力撑过去 这番喊话与多名大陆防疫专家声称 各省市将在这一两个月步入疫情高峰 之后就会缓步下降的预测相互呼应 官媒更报道各地药厂加紧赶工 大幅提高退烧药等相关药物的生产速度 试图让民众相信疫情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 目前我们把所有的人员全部安排到这个片级生产线 主要生产这个部落风片 部落风片的这个产能 我们目前已经从之前的日产24万片 已经提升到将近50万片 官方并且反复呼吁民众不要吞药 然而在当前各地染疫的实际状况 资讯不透明 确诊与死亡数字又因为判定标准与国际不同 而被大幅低暴的情况下 民众反而更容易被各种谣言影响 而出现不理性的囤药潮 例如2023年第一天 中国各地就因为传出当前流行的病毒株 已经朝向比较会引发腹泻的XBB病毒株改变 而出现止泻药蒙托石散抢购热潮 北京上海深圳的多家药房军表示 蒙托石散已经受庆 多个电商平台也显示断货或库存不足 在防疫松绑与疫情海啸的夹击下 大陆各地民众只能用苦衷作乐的心态 来迎接2023年第一个日出 不少已经确诊康复的民众 则是趁着新年假期走出户外享受冬日暖阳 这三年疫情给我们带来了 就是这种没有办法出来玩 然后也没有出去旅游的这种限制 现在这种解封了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 也不用再去扫这个健康码 所以说自由了 护士趁着百货公司春节前的特价写拼一场 基本上已经恢复到12月初的一个水平 对于过去三年在疫情与风控打击下 生意大受影响的中小企业与旅游业业者来说 期盼松绑后的2023年 能带来更多报复性消费 三年了 往下有几个月 等下有几个月 希望今次放开来的 等它这些病毒来的 就没那么便宜的时间放开来的 就恢复回那个经济 都养过了 养康了 希望健健康康的身体健康 家人身体也健康 而对更多的一般民众来说 身体健康别再富养 就是最大的新年希望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